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边给您匹配了一位男士 有消息了 待会儿见 好 我过来 这有结果了 是的 是的 这是我给您介绍的那个男士 有一段时期 由于相亲军人兽的火爆 导致了全民讨论相亲 上相亲网站交友 也成为了一种潮流 珍乃网是中国最大的相亲网站 拥有注册用户1.4亿 他通过与用户的互动 掌握了很多的数据 可以看出当下的人生百态 和青年人的婚恋观和价值观 从金融男变身红娘哥的李松 可谓是相亲和婚恋专家 现在社会我觉得可能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有点就这种熟人文化 现在社会反而就觉得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隔阂和距离 反而是远了 有可能还反而需要这种 网上的这种服务 把大家再拉近在一起 是你想啊 如果在互联网没来的之前 每一个人找到配偶 老实说是靠点勇气的 因为它取决于 你的生活范围有多大 对吧 有的互联网 它至少是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呢 不再受你的地域限制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所以一下子就是把你的可寻找的这个人的这个分母给增大 那这个究竟现在是胜男多还胜女多呢 中国现在我记得就是男性一共是七亿多 女性大概是六亿七千万 所以男的比女的大概多三千三百万左右 从注册会员上来讲 在互联网上男女的比例呢 是男的是五十四 女生是四十六 这个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人口的自然的这个比例 差不多接近那个比例 可是付费会员的话呢 女生比男生会多一些 女生的话可能就是大概五十三左右 男生大概是四十七左右 所以这个也和我觉得观察身边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是符合啊 就感觉就周周围的这个女生们啊 特别是这种高学历高收入的女生 非常困难 反而是长男生 我们做过调查 大概百分之七十女生说 我觉得我自己是吸引人的 男生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呢 就觉得说我可能不够吸引人 反而男生不够吸引人 他有百分之八十就他觉得说 我我我可能对疫情不够吸引人 那这样子导致一个什么 也就是说呢 女生呢 可能对自己建立的那个壁垒比较要求比较高吧 因为一方面对自己比较有信心了 对于你认为你自己比较吸引人对吧 所以他的他的他的对期待值就比较高 对啊期待值比较高 所以呢期待值高了以后呢 如果你又是非常好受到非常好的教育的啊 呃收入也不错的 可能呢你的期望值就越高 所以呢呃在这个我认为所谓的圣男圣女啊 圣男是自然现象圣女是因为选择 而且你财务独立以后 你没有一个必然必然的需要 一定要去找个男的 现在尤其在北上广深 离婚率是提高的很快的 现在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北上广深大概已经呃在35以上了 四个都35以上 那发达国家 比如像美国是大概50嘛 所以呢我认为离婚率最终是跟人均GDP是有关系的 如果人均收入越高的话 他因为尤其是妇女的经济独立 他不会去包容一些他不能忍受的事情 对所以大多数离婚的情况下 其实都是女方提出来的 和大众普遍印象中对郎才女貌的概念一致 珍爱网的大数据也证实了 在相亲交友中 男生更看重女生的外貌 而女生更看重男生的收入 如果在珍爱网上调查 在深圳的女生呢 希望这个男生呢 最好预约收入是在一万六 第二高的是北京 北京呢 离婚的男生 女生需要的是一万五人民币一个月 第三高的是上海 上海有点惊讶的是相对比较低是一万二 那也和这个人均GDP的这个水平差不多嘛 统计上回归线来讲 它是一个一个 你可以很精确的算出 每增加一千块 能够增加多少这个秋波 它这条线是往上面斜的 可是女生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 你看了她的这个收入 月收入增加 然后再看看她收到的秋波 说这条线是平的 甚至超过某个收入的时候 它略微有点往下降 超过哪个点呢 我记得应该是超过五万人人民币一个月的收入的时候 开始有点往下面降了 那所以说呢 尽管很多年的我们的教育 尽管是女权运动啊 如果你看数据的话 这个传统观念所谓的狼才女貌 按照我们数据上来看 变化还是不是太大 大多数女生如果我们看的话 就是他们所谓的理想的这个男生啊 你如果看最受欢迎的三种职业啊 第一排名是职业经理人 也就是说是管理者 第二是理财师 又是跟钱有关系的 第三是公务员 稳定 比较稳定的啊 你如果看女生最受欢迎的 女生的三三个职业啊 第一个职业 排名第一的是会计 会计 第二是护士 第三是做人事跟行政的 可能女生的收入不是太重要 但是学历 一般男生的希望女生还是至少 有本科毕业或者是至少是大专毕业 所以又想他学历高 又想他收入要低啊 不是不是就是他希望你有个基本的这个学历 那我估计这个还是有潜意识当中还在想说 下一代教育 相夫教子啊 但是你再学历高的话 他就不见得是比如说你女博士 那又不是特别受欢迎的 就是学位学历太高 所以这个也是很讽刺啊 我们现在比如说那个交小孩是吧 都希望比如说如果是女生的话 希望他都是这个有自由的追求是吧 要高学历 然后之后可以自己的一个经济独立在社会上独立 但反而交出来的这个model交出来的就不一定收到现在的男生欢迎 是所以我给女生的建议啊 就是说 大学 一毕毕业 甚至在大学的时候呢 还是要去恋爱 为什么呢 因为男女有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男生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男生他年龄慢慢增长啊 他如果只要在经济上相应的时期生活水平提高 或者教育提高了 或者他职业生涯有提高的话呢 他是有比较大的空间 他可以去 他去约比他年纪轻很多的这个女生的话 他还是照样受欢迎的 但女生呢 年龄是一个受限的条件 因为大多数的男的希望约会比自己年纪轻的 你傻王要傻傻傻大 最重要的是给自己的机会要要多 爱情原本捉摸不透 李松却用理科生的量化思维研究了恋爱数据 分析了恋爱行为 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 最受欢迎的男生的身高 你猜猜大概是多少 你随便猜个数字 175 接近1米78 就理想这个最受欢迎1米75 可能我一想 我就第一个反应1米75左右 1米75到1米8 女生呢 最受欢迎的身高是1米63 1米6到1米65左右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合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基本看法 然后呢 你调查大多数的男生呢 希望呢 他的女朋友 或者妻子的年龄比他小 小那么 小多少呢 平均数字呢 大概是3岁 但是呢 大多数人会说 在小我7岁范围之内 都是挺好的 女生呢 几乎是绝大多数希望自己比 那个他的男友或者上夫年纪小 那大多数女生呢 可以接受的范围是在15岁之内 我们可以研究 女生什么样的发型的 有什么样的发型的人 去第一次约会以后 有最高的概率 会被对方呢 邀请第二次再来见面 长指法吗 啊 你看 这个传统社会的 对一个女的一个音像 黑色的长指法 披肩长法 因为也是反映性格嘛 我想也是反映性格 你长指法也觉得是那种 什么纯情少女性啊 比较传统比较稳定 对 其实呃 因为长指法呢 我以前读过进化心理学啊 长指法 它是一个暗示 就是啊 这个女性的潜在的生育能力比较强 他有个暗示 那这个暗示 这个为什么并不是在脑筋里边 因为他长指以后 比较健康自然嘛 比如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高达65个 女生说 她们找的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她是希望有父亲的特质 这也是符合就弗洛伊德的这个心理学研究嘛 科技的发展会怎样继续影响人们的恋爱与婚姻 李松这个对各种情感话题如属家镇的婚恋专家 又是如何练成的 下节继续 互联网的发展使人类寻找爱情的边际大大破绽 而今天呢 人工智能又是否会重塑我们对爱情的认知呢 当机器经过精密的计算告诉你某个素未谋面的人有可能是你此生的至爱时 这还算不算是爱情呢 那相亲这个事情啊继续演变一下就会变成怎么样 就人工智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 在这个领域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理论上来讲呢 我们应该要把算法慢慢的更多的变成一个什么呢 当我推荐一个人给你的时候 不是说只是你喜欢的人 而是最有可能双方都有兴趣的人 因为相亲他跟电商最大差别 电商一边是人一边是物 那我看上这个物 你比如这个杯子说是标价是一百块 我付了一百块 这个杯子一定属于我的 可是相亲不是的 他是两厢情愿的 所以呢 最好的算法呢 是应该是推荐的人是最大的概率 是双方都比较会感兴趣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门当户对 那这个呢 现在因为有了机器算法的进步 包括计算的能力的大幅的提高的话 我觉得将来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所以以后有可能就发展到 会不会是说人工智能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了 当然 事实上现在这个 现在因为你自己描述的东西 跟人的实际行为不一定一样 其实数据呢 可能更准确的告诉你什么 一个人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一眼看上去的时候 他可能大脑有个算法 但他这个算法呢 他一定是综合 他一定是综合的 你就是大脑在那一瞬间呢 就把很多的因素就已经考虑起来 进行了算法 那个算法实际上 现在用机器学习是可以模拟的 但感情本来是一样很感性的东西啊 会不会这样子就变成完全是一个 由头脑理智的去决定的呢 就可能我知道这个人是名当户对 但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是这样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神经科学啊 就我所知啊 所谓的 你就回到一个本质问题 什么叫思想 如果我们认为说 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物理的东西 也就是说化学物质的东西 那么你可以说 思想本身实际上是理性的 只不过你的描述 所谓的是感性的描述 也许呢 这个算法本身就是可以 计算出你所谓的感性的方式 从学习生物工程到金融学博士 从投资银行家到创业家 还要是改行做职业月老 李松的角色跨度非常的大 但始终不变的是他追随内心热爱的事业 勇于尝试不惧挫败 你从莫妞三里啊 刚刚辞职出来创业的时候 其实也挺艰苦的 非常艰苦 我们就烧钱烧得很厉害 商业模式没有 就我就很紧张 就怎么办呢 只好呢 啥什么活也做 我就跟我几个员工 在北京的 就是有个地方业总会区 我跟我的几个同事呢 就在门口卖20块钱的票 我就在那里想说 我好歹也是个博士 然后原来也是一关楚楚的一个投资银行家 咱们会跑在这里这么寒冷冬天 卖20块钱的门票 还被别人就是 冷眼相待 冷眼相待 我就想我就想 我必须要改变我这个模式 在珍贷网之前 李松的两次创业磕磕碰碰 但李松总说自己幸运 每当进入谷底的时候 就有拯救他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为了创业 李松从香港半山的豪宅一路下坡 搬到一个周围总有乌鸦叫的 名为穷风阁的地方 感觉要穷风掉了 照头不好 但他当时还在打工的太太 今天著名的投资人徐昕对他说 如果已经穷到底 就只有一种可能 生活会更好 那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 你学到什么呢 你同样一帮人 你在创业的时候呢 你如果在就像这个丘陵地带 你有很多的山头 你跑到山顶上 就是所谓的成功了 但是你的模式呢 一开始的时候 必须要在接近三角的地方开始 然后在三角的下面呢 可能上去十条路当中 有两条路通的 但是你在三角下 你通过不但的尝试 你就有个机会走到上面 但是你一开始的模式 如果是在平地上 离任何一个山顶的三角太远的话 你怎么换模式都不行的 所以方向和行业要选对 然后呢 你做一个创业者啊 你可能有个大概的主意 但是你的主意实践证明 可能没有这个市场的话 你要有足够的弹训 你要快速你快速的改 所以有些人不适合于做创业的 往往是什么 他明明他太爱惜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这个世界需要他的这个想法 当市场上告诉他 你这个产品是没有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下 他仍然他拒绝接受 最终做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说你要在你前面刷完之前 赶快找出那条路 不幸之路 所以呢 发生这种情况 当然没有人开心 我的情况通常是会到投资人面前说 对不起我想清楚了 我原来跟你讲的模式是不成立的 敢于承认错误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行不通 而且不是我执行上的问题 我想清楚他结构上是不成立的 但是呢 我去跟他讲之前呢 我通常会想好一个 更好的一个 因为你到谷底 你只好往上再升起来了 所以也是一个期待之管理 期待之管理 什么东西都是个期待的 李松在美国商学院读书时 对于会计市场营销课 他总是能逃就逃 因为商学院的教法 让他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不了解他们的用途 可是等到创业的时候 李松才发现 逃掉的课是最实用的科目 于是李松的营销 在实践中自学成才 坚持用最少的钱 干最大的事 商学院他本质上是 培养给大公司 做培养职业经理人 所以他说了 他的本质条件是 假定你有很多的资源 而你创业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资源 我是最清楚 我是在大企业 做职业经理人 然后自己出来创业的 我知道两边很大差别 我有一次 就是有个全国的互联网大会 我就说你帮我去雇两个金发女郎 中国人没有看过两米高的金发女郎 那他们说 然后我去问了他们 他们那个经纪人回来说 你是雇北欧的吗 我说哪里便宜 不行就把头染一下 谁搞得清楚 然后他们来了以后 他们头上就弄了个像兔女郎一样的东西 然后上面写了郑爱我 当你刚刚创办起的时候 你最致命的东西是没人知道你 所以你第一步先让人家知道这个品牌 人其实有很多的天分在那地方 蕴藏在那边 没被发觉 没有被发觉 你没给他平台 没给他个平台 一旦有了平台 你自己都会很惊讶 被逼的没办法了以后 后来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他有一个叫有限信仰 也就是说 他给你 你给自己人生在地上 你画了个圈子 你做了很多的假定 所以我怀疑很多人的人生 他本来是可以 要有很多的选择 可是他自己 给自己 设了一个 所以你一旦有一天 你想清楚一个问题 你可能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 你可能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敌人 我也认识很多成功的人 我并没有觉得成功的人 他的天分跟平常人有什么太大差别 但是我发现呢 他们往往会 他 他给自己做的假定比较少 给自己设的线比较少 给自己的强加给自己条件比较少 当你不再给自己加条件说 你忽然发现 其实人生是非常海阔天空 我觉得李松啊 是一个最不像博士的博士 最不像投资银行家的投资银行家 因为一般博士 投资银行家给人的感觉都是稳重 但有点沉闷 但李松呢 就是那种一见到 好像打了鸡血一样 可以一直说个不停 而且他不被这种社会传统的 框框所去设限 他是一个结果导向者 他可以为了达成好的宣传效果 男扮女装去做演讲 或者是聘请这个两个金发美女 去带着公司的logo给人去拍照 或者是利用公司的数据 编出各种的套路 为了上这个媒体的头条 就是要以最低的成本 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那他应该是我所有的朋友里面呢 应该是看书最多的人之一 那我相信他去运用他非常渊博的知识 去运用于他这个被他笑成 是有助于民族传承的事业 那他不对自己的人生设限 也不让别人对他的人生设限 下一集我们来听听盛志文 如何从两个破破旧旧 无人问津的地方开始 打造出兰桂坊和海洋公园 这两张香港经典名片 他又是如何思考未来 和掌握让人们开心的秘密 接着为您播出 亚居乐地产 祝梦天下 接着为您的同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